舒淇结婚一年多次传婚变,知情有人说出真相,白龙王早就提醒她。如今预言竟成真。 41岁的性感女神舒淇,感情动态一直是外界关心的话题,她去年闪架多年好友冯德伦,让演艺圈好友相当震惊,然而新婚不到一年,却贫传夫妻俩感情出了状况,舒淇更速度在微博发文显示婚姻倦怠,经传和冯德伦早已离好离婚协议。 有知情人士透露,虽然婚后舒淇一直希望生个小宝宝,但双方根本忙到没时间做人,尤其冯德伦在结婚后知名度大开,工作更是忙到先少回家。 据悉双方为此口角无数次,冯德伦更因为把工作的不满情绪带回家里,争吵越来越烈,舒淇闺蜜也爆料她们生活习惯不相同,住在一起就比较多争执。 甚至双方都已经拟好离婚协议。 不过其实感情碰壁的舒淇,在多年前就曾求助白龙王指点,没想到白龙王竟然说。 当时舒淇和黎明恋爱谈的浓情蜜意,然而身为巨星的黎明身边的绯闻从不见断,舒淇为此到白龙王前求问,想知道真命天子出现了没。 当时白龙王向舒淇开示,其实真命天子早就出现了,让舒淇开心不已,然而最后她和黎明还是不欢而散。 据悉,舒淇,舒淇信泰国白龙王,白龙王在世时,她几乎每年都会到泰国参拜,也是与白龙王关系密切的女信徒。 当时她哪会知道,白龙王口中出现已久的真命天子,就是身边的多年好友冯德伦呢? 即使冯德伦和舒淇根本就是结婚夫妻,不止出入都要沿在一起,就连对话也超越甜蜜的程度,让身旁好友都暗亏她们太肉麻。 几乎打了两人要离婚的爆料。 冯德伦好友还加码说,即使冯德伦早在认识舒淇时,就对舒淇的外貌和涵养精为天人,早早就有想追到她的面头,不过因为舒淇气场太强,冯德伦迟迟不敢出手。 舒淇和黎明分手后,冯德伦才敢接近舒淇,并常常贴心送上甜蜜小礼物,甚至在圣诞节时送上一只小毛衣,几乎要融化舒淇的心。 原来舒淇和冯德伦的婚事是白龙王亲典的啊,那根本就没问题了。 祝福女神和老公可以白头洗老,幸福一辈子了。